近日,马苏现身某节目,与主持人蔡康永畅聊约会技巧,当谈及是否喜欢球类运动时,马苏自爆最讨厌球,大球小球都不喜欢,并透露了讨厌球的原因,曾经被前男友发球时打过眼睛, 众所周知,马苏与前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曾经相恋,长达11年的恋情却未能修成正果,但对于这段感情马苏依然坦然面对,当被问及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是否会选择不公开时,马苏诚恳回应,如果是现在也很难不公开吧,并感叹如今随时随地都是自媒体的境况, 在谈及分手的原因时,马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时的感受,感觉都是猛的,表示在这段恋情之前,并没有太多的感情经历,也不是很会处理情感问题,自己的情感跟小孩子一样,面对如今依旧单身的状态, 马苏坦言自己之前对于爱情那种直接的方式可能是错误的,自己在感情上太过幼稚,成熟后才慢慢体会到爱情的真谛,爱情应该是,你给他一分,他回你一寸。